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遭受重大损失 在后 政府的农业政策 立刻朝科技化的设施农业迈进 并预计在五年内推动两千公顷 那其实政府这个政策让我觉得说 对我们蛮大的帮助 而且让我们更重拾信心 回来继续做这样子 能够对抗极端气候 保障农民收益的设施农业 成为台湾农业的新转向 提高补助金额 扩大设施农业的面积 结合产观学的力量 期待设施农业能成为带动经济的产业链 为了提高农业设施的品质 农业会还开始和劳动部合作 规划了汪网式设施 搭进农业化的套装课程 面对这些环境异常 从政府农民到研究者 我们真的都要团结起来 然后来对应它 工业一直是台湾的优势 但过去并没有和农业做整合 设施农业开始推动后 发现金属的材料属性和结构方法 才是设施经过与否的关键 在政府的主导下 工业流程开始走入农业 同时还希望笔造建筑物的规本 让农业设施进行耐强风试验 所以我们可以算未来50年 它可能发生的强风的风数是多少 用这个强风的风数再去算 这个温室可能受到的风的力 温室设计者 那他用我们的风动实验的数据 他去做结构设计 希望能够建立标准型 在后农务会立刻指示农事所 成立设施技术服务团 召集相关领域的专家齐聚一堂 开始为设施农业提出数据 制定标准 并做最严格的把关 而以一个科技岛农业强国的台湾 加上台湾的农业技术的领先 我们有机会也变成是农业设施的强国 林东海在宜兰种植三星葱 因为技术一流成为多家知名连锁餐厅的供应商 但为了不受台风威胁 林东海决定为葱盖起坚固的家 在破坏网里面就是一间是五级一个是六级 为什么没有瘦子没有坏掉 其实就有挡下那么多 这一片位在台南的枣子园 在固定式往事栽培 不太能有效组合病虫害 节省大量的农药和人力 还能种出甜度风味特价的枣子 经过的往事能抵抗台风 还让农夫的收入满满 第一是可以减少使用农药 第二个我们可以减少我要去做皇台的工 第三个我的网子一搭下去之后 我的水果不用去包 我有种了十五公顷 可以省下四五百万 所以基本上我们做这个网子是对的 我们在设施建构好以后 可以解决大部分的栽培的问题 但是因为是设施的关系 一些小型害虫会发生得更严重 有了经过的设施 我们还需要农业专家 针对温网市里的病虫害做研究 林凤奇博士一直在研究生物防治法 也就是利用昆虫的天敌来抑制害虫 俗话说一物客一物 只要找到天敌就可以做到害虫防治 这些零点一公分都不到的教课 虽然渺小 作用却令人难以想象 这一天林凤奇博士正在进行生物防治实验 确定害虫的种类和释放时机 设施里就会上演一物客一物的大自然巨马 而这样的生物防治研究还是深具潜力的产业 后续发展前景无限 农业事业组里从事设施农业的研究已经行之有年 王玉华博士是育种专家 为了减少设施里发生在羊香瓜身上的白粉病 王玉博博士一直在进行杂交试验工作 他还通过与植物病理组的合作 采用遗传特性来进行人工改良 其他新品种能让农民减少药剂的使用 他除了抗病性之外 又能够兼具好的品质 包含它口味吃起来要好 然后香味要够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育种的目的 它很漫长 所以有时候会还蛮寂寞的 可是做起来如果成功的话 是很有成就感的 嗅到了设施农业的未来性 许多企业家愿意跨界来投入 这一片农场由荒电业者所经营 目标就是种出健康的营作物 来抢供有机市场 更令人惊奇的是 设施底下种有机蔬果 设施上面进行太阳能发电 是健康又环保的理能经济 设施农业的发展 也逐渐朝产业链迈进 农地里正在发建的 正是可以模组化 规格化 并且快速量产的农业设施 在场内都已经医治好 都已经防修处理好 在模组化的情形之下 零配件都可以随时更新 不需要再定制 很快 速度很快 将设施模组化后 更重要的是研发自动控制系统 无论是温度 光度 水分 氧分等 都可以事先输入环境参数 再经过采集系统判读 来调配植物生长的最佳环境 我们主要是建立设施的一个智能环控的系统部分 包含了温湿度以及光度 风速跟铝色感测 那我们这个系统也结合我们本身的一个APP 所以可以达到智能型跟远端操控的部分 让我减少了摸手的时间 而且我不需要再花费很多的成本 再踹 事实证明台湾已经有能力开发 适合本地气候的农业技术 我们是希望在亚热带地区来做开发 那也可以将来这个产业 我们可以推向热带地区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市场 发展的一个方向 美激台风一年后 由政府补助的农业设施 几乎附近完成 当时的行政院长 再度来到黄俊峰的农田进行视察 如果要能够把城乡查理局所想 如果要让台湾有新的产业出来 如果要让台湾能够发挥在地经济 农业的角色非常非常重要 我想这是我们讲说农业的政策 我们就是一定要做到 没有什么选择一点 就要做到 我们希望未来更多年轻人进来 变成专业的 才能把台湾农业带起来 天灾没有击溃台湾农业的斗志 在政策推动和基层农民 互相鞭策努力之下 设施农业逐渐形成规模 台湾农业技术傲视全球 加上设施农业的投入 不但可以发展出精致农业 也渴望将技术输出到国外 成为全新的明星产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